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 由政府成立的港铁沙中线红磡站工程调查委员会首日聆讯 总承建商礼顿和分判商中科卿业先后作工 中科工称曾经目睹有身穿礼顿制服的工人剪短钢筋 李顿就否认并质疑中科利用此事索取工程费 专门下报道 代表港铁的资深大律师扎兆堂 分判商中科卿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雄等人 抵达前全湾裁判法院大楼 委员会主席由中审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夏正文出任 中科的代表律师曾迟时透露 李顿的书面陈词里面同意有8条钢筋被剪短 但潘卓雄和中科员工在2015至2016年间 曾经超过10次目睹有工人用工具剪短钢筋 当中包括着礼顿制服的工人 质疑剪短钢筋并不是单一事件 代表礼顿的资深大律师石永泰否认中科指控 又质疑潘卓雄都不肯定受影响的钢筋数目 一度向礼顿指涉及3000只钢筋 之后又向港帖划指涉及1000只 潘卓雄在2015年发现事件的时候 也都没有向港帖或政府投诉 更加继续落石屎 和他声称要保障公众安全的说法有矛盾 石永泰指在2017年1月初 中科和李顿有合约9分 中科要求李顿即时支付600万 先首次提及剪矿筋一事 并称会向传媒披露事件 李顿调查之后确认没问题 质疑中科利用这件事来索取工程费 他们期后与中科谈判就工程费达成共识 直至2017年9月 潘卓雄都没有再向李顿提出有关指控 石永泰指导委会审视事件的时候 需要了解这个商业背景 中科会不会只是为了泄训 或者建立英雄形象 质疑他如果是真诚的话 就应该在事发时出声 而不是在向李顿索取工程费的时候 才提出事件 负责连续长江跟接合工程的分判商范信 认诚此时确认在2015年9月至12月 有8条钢筋因为涉及工人手工问题而被剪 但强调只是单一事件 不涉及欺诈 油纸工程有超过4万枝钢筋 8枝出问题只是占好少数 并且已经在落石市之前修正好 工地有足够监工 每日有多重检查 现场也没有工具 认为难以发生大规模剪钢筋的事件 而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在聆讯开始时指出 近日有媒体报道沙中线工程问题的相关照片 是来自今次聆讯 相信有人泄露内部资料 提醒如果非法披露聆讯文件 可被视作藐视法庭 NOW TV记者专门下报道 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 明天在珠海举行 官方至今未有公布的仪式流程 以及主持仪式的领导名单 而珠海市内保安就明显加强 多个油站都要暂时关闭 愚晋报道 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 星期二早上九点钟 在珠海旅检大楼举行 通往大桥仁公岛的珠海公路口岸入口 有武警把守 官方至今还未公布仪式流程 以及主持仪式的领导名单 在珠海南平 多个油站门外都摆放了水马 不让车辆洗入 又贴出告示 说下午暂时关闭 职员解释 由于有国家领导人访问珠海 公司下令要暂停入邮 而过往多次接待领导人的 珠海度假村酒店 保安明显加强 多辆警车在附近巡逻 而酒店入口设置了临时公安亭 禁止车辆进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联办主任黄志文 和多名立法会议员 下周坐船前往珠海 准备出席开通仪式 获邀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 是在星期六先收到 运输及房屋局的电邮通知 但是仪式安排相当之神秘 至于采放开通仪式的传媒 需要在仪式开始前两个半钟头 在入住的酒店接受安检 官方特别提醒 由于安检的时间可能比较久 所以希望传媒更早去到 而仪式完结之后 也需要坐官方安排的巴士 回到酒店 NOWTV记者于晋梅珠海报道 港主河大桥 星期三早早九点通车 运输署公布交通安排 警方将为当日的8点45分 移除设于机场岛赤立角路 和屯门至赤立角路 南面连接路的路障 被车辆驶入大桥香港口岸 前往珠海和澳门的穿梭巴士 首班车9点15分开出 多条新增的专营巴士路线 会在当日的8点45分开通 包括往来香港口岸至机场 港铁欣澳站和途径东冲站 往满东村的B4、B5、B6号线 和往来口岸和东冲北的 专线小巴901号线 而这8条往返北角、鸿磚、南田等的机场巴士A线 会在8点半或以后 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站 而往来煤窝的A35号线 上午9点后总站会搬到香港口岸 日报的团体指出 港珠澳大桥工程展开至今 香港水域的中华白海豚大幅减少四成 批评工程永久破坏海豚的棲息地 促请政府停止在西部水域填海 张文乐报导 本港的中华白海豚只要棲息在西部水域 如户主监察数据显示 2012年即是港珠澳大桥 香港接线和口岸人工岛工程开展那阵 本港水域有80条白海豚 到去年只剩下47条 香港海豚保育贺会指 就算工程声称用较环保的方式填海 都是未见成效 隔离网那些我们看到虽然下了 但其实工程附近的水域都是沙沉滚滚 其实你们之前有些传媒朋友都已经拍过 或者在空中拍那些照片 其实那个漏沙的情况都很严重 虽然香港水域的中华白海豚少了 但是内地当局最新的广东散海洋环境状况公布就指出 去年目击珠岗口的白海豚增加234条 累计识别2300几条 学会认为海豚难以转移棲息地 中华白海豚是一种只会出现在 咸淡水水域的一个品种 它是不会离开珠岗口 现在讲上面的工程已经很多 深圳机场又在第三条跑道 深中通道正在做 去到那边又是面对那么多工程的时候 其实它们是避无可避走无可走 学会估计机场三跑工程将会进一步破坏海洋生态 促请政府停止再在有关海域填海 NOW TV记者张文乐报道 台湾宜兰普游马列车出轨 最少18人死亡190人受伤 当局继续调查出事原因 行政院将赖清德指示 成立行政调查小组 全面检查普游马列车 他说如果普游马列车有问题 会考虑停试 梁敏思报道 台铁普游马列车星期日在宜兰 出示一刻的片段曝光 月台的闭路电视 影响到列车不停车通过新马车站 转弯的时候完全没有减速 不值冲出轨道 列车撞向月台 车头更加冲到对面的路轨 列车扯断车站的电线杆之后 继续滑行 出现爆炸和火光 多截车厂翻轴 扬起大片烟尘 从模仪片段可以见到 车头第八截车厂 突然向外倾斜翻转 随后全部车厂出轨 由于冲击力度大 死伤集中在前四截车厂 在车头第八截车厂 有一个家庭连同邻居 十几人当中有九人渊滥 另外一所获中 也有多名私生渊滥 有乘客更加被抛出车外死亡 当局经过通宵搜救 证实无人被困之后 出动大型机械 吊起和扶翻车反转的车厂 车头严重粒陷变形 右边的车身被削去一大截 大部分座位飞脱 当局稍后会将车厂运返逃源 希望在三日之内清理原筆 以便早日恢复双线行车 蔡英文总统曾经到场事册 听取台铁人员简部 要求双关部门 尽快撤查事故原因 大家都非常关心 这个事故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们也请检调单位 必须要尽速地理清 整个事件的发生 前后的相关事件跟情形 行政院长赖清德指示 成立行政调查小组 全面检查普游马列车 并且要求现时行驶的普游马列车 遇到弯位时要减速 赖清德说如果普游马列车有问题 会考虑停驶 今次是台湾近30年来 死伤最严重的火车事故 台铁就事故向公众道歉 说事故原因有待调查